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不知道大家平常時是怎麼玩電動的呢 有的人可能是玩PS5 有的人是玩X80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玩Switch這類的掌機 我相信更大部分的人 他可能是用PC來玩電動 畢竟PC的遊戲數量最多 而且泛用性最廣 那現在大部分電視遊戲上面的商業大作 也幾乎都會在PC上同時發行 不過PC有個缺點 那就是沒辦法像Switch一樣 可以這樣隨身帶著走 平常時不在家的時候 如果你空檔時間想要玩一下電動 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去年由WALF推出的Steam Deck掌機 則是帶起了一股電腦掌機的風潮 而且中國不少掌機廠商像RNIR 也推出多款掌機類型的小電腦 這些設備讓玩家 隨時可以玩商業大作成為了可能 不過這些設備通常不便宜 最便宜也剩一兩萬塊 那RNIR可能三四萬塊 如果玩電動的話 我是覺得 嗯 雄笨 而且它的螢幕相對也比較小 你長時間玩還是會累 因此WALF官方也有推出 跟Switch一樣功能的擴充底座 除了可以外接到電視上 大螢幕來玩電動看影片以外 它還可以外接鍵盤滑鼠之類的周邊 變成電腦直接使用 像阿達自己的Steam Deck 大部分時間都只在家裡玩 除了說睡前會用手水這樣玩一下 大部分的時間 我還是會將Steam Deck 或者這種電腦掌機 直接接到底座上 外接大螢幕來玩 因為這樣子比較方便 而且眼睛看起來也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目前呢 Steam Deck這類掌機 要外接大螢幕的方法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像那種原廠或副廠的那個大殼以外 另外一種就是用USB HUB來使用 這兩種方法都有各自的優缺點 像Steam Deck原廠的大殼 它的塑膠材質 再加上高貴的價格 真的有點克制贓穗的嫌疑 那HUB呢 雖然說它有一個體積小小的優勢 但是呢 它沒辦法給Steam Deck當支架用 而且線連接起來 老實說真的不是很美觀 現在買東西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買新品的話 初期的配件 你只有原廠可以挑 不然你就只能當等跟檔 那其實在去年底 就一間廠商叫Noda 它就推出過 Steam Deck八合一的擴充座 分別是 可以外接三螢幕的V255 還有能夠外接記憶卡的V254 它的功能性 就比原廠的大殼 跟這種副廠的大殼 多了不少 而且更好用 而且它們近年更狂了 直接推出這種 十一合一的擴充底座 而且還外加RGB風扇 來加強散熱效果 要將Steam Deck的外接功能 發揮到極致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我們直接打開來看本體 那這台V262它有很多特色 在外觀上 它金屬材質的機身 跟原廠那個塑膠殼相比 看起來就好看很多 而且也更穩 更有質感 在它後方 有PD 3.0 100W的供電輸入 那也有HDMI 2.0 DP 1.4 USB 3.2 Type-A的連接附 共有6個 後面這台Type-C的連接線 則是用來接Steam Deck 或者是像阿達買的其他掌機 都可以拿來用 可以看到 光是USB-A有6個連接附 就已經相當瘋狂了 它可以拿來外接 像USB 也可以接鍵盤 滑鼠 耳機等等設備 比起原廠 只給2個Type-A 這個6個USB-A 就不怕你 周邊不夠接 就算你要接兩支搖管 同時玩電動也很OK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它側邊這邊 它只有一個VGA的連接附 那在另外一頭 它有一個支援 1000Mbps連線速度 RJ45連接附 所以在平常使用時 如果說你家已經有個大電視的話 你只要接一個HDMI 2.0 就可以有大螢幕遊玩體驗 就像我們這樣展示的樣子 而這個HDMI還支援了4K 60fps的畫面 跟原廠的輸出規格是一模一樣的 但如果你家沒有電視 只有電腦螢幕的話 還可以用HDMI或是DP 來做螢幕輸出 那這個時候可能有人就會說 都已經2023年了 誰在跟你用單螢幕 我都用多螢幕來看 這一點 V262也沒問題 那最多可以外接 三個螢幕同時輸出 如果你手上螢幕規格比較新的話 你也可以用HDMI加DP 來做雙螢幕的輸出 不過在這個模式下 輸出就會降到 2K 30Hz或1080p 60Hz V262的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支援VGA規格 如果你的螢幕 還是這種舊的VGA規格的話 只要接上V262 一樣可以把Steam Deck的畫面 外接到螢幕上 但是由於 VGA是舊規格的關係 那這種模式下 最高只能輸出 1080p 60Hz的輸出 那剛剛我們講到 最高可以輸出三個畫面 你只要準備 三個各自有這個規格的螢幕 就能將Steam Deck或掌機 來做一個三螢幕的畫面輸出 對於需要多螢幕工作的機器來講 這個功能就相當實用了 不過認真來說 以目前主流螢幕來講 DP加HDMI的配置 是相對好用一點的 如果說你要用到VGA 來接三螢幕輸出 老實講 現在要買VGA的可能也少了 不過這個VGA輸出 它還是有它的用途在的 譬如說你的螢幕是VGA規格的話 或者說可以拿來接像VGA的投影機 那除了這些連接附以外 V262最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背架上的RGB風扇 這兩顆風扇 它可以有效的為 Steam Deck或掌機進行降溫 讓Steam Deck不會因為溫度太高 而撞溫度強降低效能 那除了功能性以外 RGB的光效 讓Steam Deck看起來 更像高級的一個電競機一樣 不過這個風扇在運作的時候 會有明顯的一個運轉聲 如果Duck零零很近的話 還是會有一點感受的 那簡單來說 V262就是一款 可以讓Steam Deck的外接功能 發揮到極致的一個Duck 都遠比原廠Duck還要來的強 底座還可以拿來當作支架使用 也遠比接一般的HUB來的輕鬆 當然啦 11合1的功能 也不是每個人都會用到 如果你覺得連接附太多的話 你還可以選擇這兩款 8合1的 那這兩款的功能其實差不多 共通點都是他們 都有RZ45跟PD100充電附 不過在配置上就有一些區別 如果你想要V262的三螢幕輸出功能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V255 它就有具備HDMI、DP跟VGA的三連接附 只差在說它的Type-A只有三個 另外它沒有RGB風扇 那可以說是V262的一個簡配版 那V254這個版本呢 它一樣是給一個8合1的擴充底座 不過它只有HDMI跟VGA兩雙螢幕輸出而已 但是這款比較特殊的是 它還有支援最高1TB的 TF跟SDR讀卡機槽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般電腦底座 去讀記憶卡幹嘛的 就變成說你如果是文書作業 或者是把這種掌機當作電腦使用的話 這個DAC可能會更適合你 你以為這台DAC 只能給Steam Deck當電腦擴充使用嗎 只要這樣把它起來 借一個大家絕對想不到的東西 MacBook 你把它這樣子放上去 接上去 看到沒有 除了Steam Deck還有電腦掌機可以借以外 還可以接Mac 直接可以外接電視 外接蛇身碟 外接有線網路 有沒有超厲害 以上這些款 就是Noda 為Steam Deck所推出的 多合1的擴充底座 以功能性跟價格來說 我是覺得比原廠的底座 另外 如果是把Steam Deck 拿來當作電腦使用 原廠的DAC因為連接付太少 更是沒辦法去滿足大部分的使用需求 如果你沒有任何外接的需求的話 我只是想拿個底座 把Steam Deck或電腦掌機 直接拿來放著 那還有這個V259 什麼功能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不能接 他就只能拿來當底座 直接把Steam Deck或掌機 當作展示品來使用 而且最棒的是 甚至連Mac也可以用 我是覺得相當的實用 而且他們都有原廠一年的保固 如果你要官網去填寫保固單的話 還可以再多延長半年的保固 等於你會有一年半的保固 在這部分 我覺得廠商也是相當有誠意的 Noda也說 之後還會針對Steam Deck 去推出更多的相關周邊 如果到時候 阿達再拿到什麼新產品的話 也會在第一時間 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果你正在煩惱 買不到原廠DAC 或Jerry 原廠DAC實在太貴 買不太下手的話 那Noda這幾款底座 你是可以認真考慮的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專家開箱就記得好不好 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